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疫情当中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 但是呢 你也会发现 在这一段时间下来 其实也拉近了我们与步道之间的距离 今天非常欢迎各位从台湾的各地来到今天这个现场 非常感谢平正院农委会林务局主办这一场论坛 也非常感谢台湾千里步道协会为我们规划执行这一场盛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欢迎我们所有的伙伴来到现场的参与 各位 都是我们步道发展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在这个历程当中 我们其实也逐步看到了 我们林务局在全国步道系统当中的累积成果 当然呢 我们也看到了台湾如何透过步道 跟国际接轨 跟国际交流 当然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们步道今天成果非常重要的成员 今天在介绍所有的贵宾跟主持人之前 我想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来彼此认识一下各位 你从哪里来 相信各位呢 都是关心不到常年的这个好朋友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有多少朋友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大家聚会 来 我们先来看看 请问一下 您是从中部地区来到林务局 我们的会场的伙伴 可以举手让我们看看吗 从中部来的 来 挥挥手 欢迎你们 好 有没有从南部来的好朋友 南部来的 耶 也很多 很好 那东部的朋友有吗 哦 欢迎你们 起了个大早 谢谢 谢谢 那有没有从我们的里岛地区来的朋友呢 有吗 好 他们心与我们同在 那你就是从北部地区就来到林务局 跟我们参与这场盛会的伙伴 可不可以跟我们举手看一看 欢迎北部的朋友 好 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呢 我们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跟我们的执行单位呢 为我们邀请到了非常多精彩的场次 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手册 大家都有拿到手册吗 手册当中呢 除了我们今天的议程之外 您会看到我们今天15位讲者 还有每个场次主持人的介绍 另外呢 在我们的手册的封底里 还有很多我们嫂子的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会场相关的讯息 另外呢 在你的第28页 有很多会场的资讯 也请大家参考 在这边呢 也提醒大家 今天的盛会非常的精彩 但是呢 除了讲者跟主持人之外 要麻烦大家今天要全程佩戴口罩 好 麻烦大家 那今天呢 我们的论坛 会有三个场次的主题 包括了步道的公司协力 步道的经营管理 还有步道的行销推广 那当然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进入三个场次之前 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专题演讲 今天的专题演讲的讲者呢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 农委会林务局林华庆局长 还有自然作家刘克香老师 来为我们进行今天的这个专题演讲 同时呢 待会在我们今天的现场当中 大家也会看到来自日本 来自韩国 非常重要的步道发展的前辈先进们呢 跟我们透过线上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那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的这个议程之前 我们要邀请台湾千里步道协会 周盛新执行长 来为我们揭开今天非常精彩的序幕 我们掌声欢迎周盛新执行长 好 谢谢我们今天大会的思议之营 非常贴心的问候以及提醒 那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开幕式 那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共聚在这里 刚刚除了来自不同的地区 其实今天也有来自各个单位 从2001年林务局建设全国步道系统 一直到现在正好20周年 那今天不只是林务局 以及爱好三菱的朋友在这里 包括营建署 客委会 观光局 经济部水利署 南水局 水宝局 苗栗县 花莲县 云林县 桃园县 新北市 哇 跨县市中央单位 以及许多的NGO团体 还有许多部落的朋友 还有生态跟景观 甚至旅行业者都共聚于堂 所以我再次代表大会来 欢迎所有跨部会 以及公司协力的团体代表 那一开始呢 我们当然要邀请 我们这次主办单位 林务局 大家长 林华庆 局长来跟大家致欢迎时 好 来 局长 周执行长 还有我们无论所大使吉正女士 我们南一大的郑旭正老师 也是我们国客会前副主委 事实上也是长期推动 国家步道的这个推手 那还有我们长期 也是在跟大家推广台湾的山林之美 跟步道之美的 刘克湘刘老师 那另外还有 我们林务局的林副局长 跟林务局所有的伙伴 还有我们跨部会的 还有包含地方政府 我们公司 这个国家步道的公司协力的平台的伙伴们 还有非常多关心台湾步道发展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 刚刚周执行长讲了 步道台湾的这个国家步道 发展已经有20年的时间 我们今天特别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研讨会 事实上还会有 待会还会有两位国际的专家在线上参与 我们的主题定为我们与步道的距离 我们与步道的距离到底是远还是近 大家可以想一下 台湾的面积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屿 但是岛上住了非常多的人 这些不同的人 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活动 在不同的年代活动 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步道的资源 这些步道呢 不但横跨了不同的海拔 横跨了不同的生态气候带 也因为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人去行走 留下了不同的这些历史 故事的遗迹 我认为台湾是一个在地球上 不到资源可以说是非常丰富 而且多元的地方 那很高兴我们在20年前 藉由民间伙伴的倡议 还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领委局开始去进行了国家步道的规划 历经了20年有一点成绩 当然我们也还有新的方向 正在跟大家一起努力当中 我相信在今天的研讨会中 我们会有适度的展现 也藉由跟国际专家的对话 大家应该可以更凝聚更多的共识 让我们的国家步道的发展 走向一个更健全 更永续的方向 最后非常谢谢我们千里步道协会 长期以来的陪伴跟协助跟支持 我们也谢谢各位 所有来过去长期以来 在台面上或者台面下 来支持国家步道发展的这些先进 跟伙伴们 祝我们今天的研讨会顺利成功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 谢谢局长 好 也要请局长留步 我们在一开始会有一个贵宾 以及大家的合影 我们首先要邀请跟欢迎 我们无任所大使 季正女士到台上来 季正姐也是希望基金会的董事长 常年推动健康有保固 日行万步 好 季正姐 那接下来是我们另外一位大会的主题演讲者 刘克香老师 以及我们前国发会副主委南一大的 曾旭正老师 还有我们客家文化基金会 陈斑老师 好 另外呢我们的 张鸿毅处长 我们林副局长也请到台上 我们的处长 好 还有我们这次主要承办的我们翁立新组长 好 另外就是我们所有的要参与今天很重要的分享的这些语谈的朋友 那有新北官旅集的进方 好 来 我们一起来 好 还有来自南部的茂城 李嘉智老师 野桥的杨志明 好 我们还有我们潘 好 我们的 林梦怡 潘正章 吴建群 我们有些讲师还没有到 还有文耀星 我们可以站两排 好 我们站两排 好 好 那我们讲者站前面好了 讲者站前面 局长你也是讲者 对 没错 好 那 你有双重身份 好 那我们先请我们工作伙伴呢 把我们这次三个主题的特别制作的这个精美的手版能跟大家来展现一下 首先是公私协力 代表着公部门跟民间以及专业团队的共同合作 以及维护管理 好 步道 永续经营需要维护管理 以及推广行销 那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自然步道 以及我们后续的国际交流 哦 有口罩跟没口罩我看看 好 那大家先 就这样吧 好 先拍一张然后再把口罩拿掉 那个手版可以高高低低很好看 好 等一下我们第一场结束后还会有一个大合照 所有的与会朋友一起 好 我们看中间 好 我们比一个 自然步道 赞 国际交流 永续发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我们口罩拿下来 好 这次 那就 好 永续发展 今天的主题 我们与步道的距离 好 我们再说一次 自然步道 赞 国际交流 永续发展 谢谢大家 那我们要请我们局长要留步 今天一开始局长最辛苦了 还有多重身份 我们要请局长来为大家来分享报告 礼物局在 来 局长可以就你的演讲座 还是你要站在中间 好 自然步道的推动愿景 我们请局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报告 长按 好 再次跟大家 请大家问好 那今天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下 领务局自然步道的这个推动策略跟愿景 那事实上 好吧 待会再讲好了 这个 因为时间有限 领务局主管了我们台湾有160万公顷的归有林地 那这个归有林地大部分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央脊梁山脉的核心跟周边的地区 那我刚刚提到我们台湾的这个自然步道资源事实上是非常的丰富 最主要原因各位可以我想各位都是热爱自然的人都知道台湾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海拔以上的这些高山 那经过过去的盘点 过去到现在经常被使用的这个登山路线呢 高达1532条以上 这是建行笔记所提供的 那根据体育署的统计呢 台湾有220万人呢 以上呢 常常在登山 这个进行登山的活动 那去走礁山的 或者是可能就是平常只是一个比较短距离的或短时间见走的 也超过1000万人以上 那这些人 人口呢 活动的区域 大概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中央脊梁山脉周边呢 还有包含可能在一些浅山或丘陵的地区 那这个是过去林务局所整理的台湾的国家步道跟区域步道的系统 刚刚都提到说台湾推动国家步道已经有20年的这个历史 那这中间历经了几个重要的政策的起始跟 的这个历程 在民国90年开始 是由林务局来负责规划整合台湾所有的这个登山进行步道系统 隔五年后95年林务局核定 事实上当时也是千里步道协会是重要的推手 有一个千里自行车道跟万里步道的实施计划 那这中间比较长的时间有稍微沉积了 那到107年行政院又这个原则同意了建构国家级绿道网络纲要的计划 事实上这个跟曾副主委在任内那时候积极的推动很大的关系 到了去年行政院核定了教育部山林开放及登山活动的管理时方案 事实上也就是外界所俗称的这个开放山林的这个政策 那在这过去20年来 事实上也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第一个就是我们全国步道系统的蓝图 从当时开始到现在也已经成型了 那在这个步道的它不只是规划 而且呢林务局也协同其他的公司部门去订定了相关的 这些步道的设计或者是修复的这些工法的参考的这个准则 那另外这些步道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很深入的 除了它的自然资源之外 它的人文历史资源也应该要去进行这个调查 所以针对一些特定的步道 那林务局在过去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另外呢就是借由这些盘点规划 实质的建立起我们全台湾总共有181公里的国家步道 有463公里的区域步道 加起来总共有644公里 就是我们全国步道系统的网络 那在这么长的 然后分布在北东北中南东不同区域的这些步道 怎么样去进行维护管理 我想单靠政府大家都同意 你是不可能把它管理得很完善的 那怎么样去进行事切的维护跟监测 怎么样去导入公众的参与 甚至是社区的参与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我们谈到台湾的步道 它的愿景必须是要永续的 所以这些参与者或者是使用者 怎么样具有更深化的永续的概念 可以让我们的步道可长可久 我想环境教育的推动或者是 推广行销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可以让所有的国人 甚至包含我们的外国朋友 都能够有适当的资源 能够查知这些步道相关的资讯 跟它最新的及时的状况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过去这20年来 也逐步有这样的一些成果的建立 那在领务局的规划之下 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 有关步道的设置的原则 第一个最高的前提 是必须要考量环境生态 那有一些是环境或生态的敏感区域 我想宁可让它保持自然的这个原则 第二个 它这些步道的设计呢 它必须要能够配合既有的地形地貌 那要这个顺天 那去而行 那有一些路线呢 它可能是非常破碎的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是可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地质的地形可以来选择 那此外呢 一个步道不是只有行走的这个提供行走的这个需求 甚至那每个人的这个生理会衍生的 这个可能是 不管是住宿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生理的需求 它可能会需要一些附属的这个设施空 设施 那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在适地适性的来设置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一个步道 它除了环境生态 那是否也有其他像人文历史这些多样化的这个整合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最后我们谈到的怎么样可以来永续经营 所以这些资源的调查监测 那或者是巡护 也应该要同时来进行 那我们总共在推动步道的规划 或者是设计 我们有八大的策略 我接下来每一个策略 我会用一些案例 也来跟大家一并的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步道设施 它应该是要做适度的强化 特别是安全 但是这个安全 不是把它整成跟我们都会区的这种人行道一样 而是能够顺应这个地形 顺应自然 那又能够适度 能够提升这个安全的需求 比如说这个是在我们过去这几年 在资本森林游乐区里面重新整理的这个步道群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前后的比对 那基本上在整理之后 它还是维持一个相当自然的这个样貌 但是呢 相对的 它也比较有一个 不管是对于年长者 或者是对于幼童 它也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可亲 可急性 那这个是在花莲的复原的环山步道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们就是希望说 让它能够跟原有的这些地景地貌 或者是生态 能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那这个同样是在资本森林游乐区的步道群 因为在有一些边坡 它可能会有在雨季的时候会有比较大量的 这些水流或者是冲刷 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步道 有一个比较好的妥善性 但是又可以达到所谓的排水或者是透水这样的功能 有时候是需要一些特别的思量 我们也很感谢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合作伙伴 专业的这个团队 来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理想 那另外呢我想有关步道的安全 清楚的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那所以特别是在这些山区的步道 因为潮湿多雨 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区域可能会有强风的这个侵袭 所以这些步道或者是指标的设置 要非常注意它的妥善性 那老实讲在过去我们非常多的这些山区的步道指标 久了都没有去注意或者维护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也特别要求所有的领馆处都要去盘点这些指标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解说或者是告示 一定让它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 在视觉上它的正确性 那或者是这个指标是不是有必要再去增设 我想这个都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在努力 但是可能一般人比较不见得会留意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有五座服务型的山屋 那通常这些山屋都跟我们重要的这些国家步道相连结 这些山屋也有一段的这个历史 不只是服务国人 我们未来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服务国际的友人 所以怎么样去提升它的软硬体服务 也是我们这几年特别留意的 那在行政院的经费支持下 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四年会完成这五大山 事实上已经有一座已经完成了 天池的这个改建也已经完成 剩下四座在未来的四年内会陆续的完成它的软硬体的这个提升 那从去年开始因为COVID-19的疫情 更多的民众涌向台湾的山林 那也凸显出我们的一些设施 那可能需要随之来扩充 当然是在一个环境承载的容许的前提之下 所以我们在一些步道的这个周边 也设置了一些这个生态的厕所 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在这个提升 它的适度提升它的安全之外 我们怎么样运用多元的管道来推广我们的步道 甚至推广我们的山林 也是这几年我们相当努力的 我想台湾山林悠游网 现在已经成为台湾热爱自然的民众 经常会去使用的一个网络的资源 到目前为止浏览的人次已经超过了4000万人次 也包含一些外国的朋友 那他对于相关的这些路况 或者是一些及时的这个资讯的提供 我们都尽可能的希望说要有最新的这个揭示 那除了林务局本身之外 我们这几年也积极的来跟一些民间的社群来合作 那像践行笔记就是其中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策略伙伴 透过践行笔记他的一些资源社群或网络的资源 我想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推广的效果 那在我们这些步道 他不是他不能够只有一个形体 他还要有灵魂 那步道的灵魂就是他的故事 他可能在过去历史上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故事 我们藉由比如说像杨南俊老师跟徐如林老师来协助 把台湾几个重要的这些国家步道 把他这些故事重新的踏查编写 那集结成策 这个对于我们推广台湾的山林或台湾的步道 非常重要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自己呢 也把其他的这些步道呢 同样的方式 但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折业的 这个形式来出版 提供给这些爱好步道 或者是爱好山林的朋友们 那这个是 这个都是我们这两年来规划 出版 应该今年就会完成了 这个新的这些步道的折业 那在推广教育上面 不管是山林的这个安全的教育 或者是无痕山林的这些教育 我想这也是林务局长期都在做的 特别是我刚提到 从去年开始 有更多的民众涌向台湾的山林 那怎么样让这些山林的资源 不会因为过多的人潮涌入而耗损 那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 而且也是一直积极在进行努力的 所以这些不管是各种实体的讲座 或者是一些课程 我想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有更多场次 当然这个部分会持续的 跟大家合作努力 那或者是今年在10月 又会有一个 这次是轮游林务局来举办的 一个全国登山的研讨会 那希望说能够做更多的推广 让大家爱山也能够懂山知山 第三个策略是 这些步道 虽然名称是我们讲国家步道 但是我们希望它不是只有国家 在经营管理 或是只有国家在关注 我们希望它能够真正结合 周边的这些步道社区 特别是非常多步道 它在过去本来就是古道 它在周边 要不就是有部落 要不就是可能有旧部落 怎么样去把这些资源结合起来 甚至是进一步的 让这些步道周边的山村 能够因步道而受贿 提振它的这个绿色经济 的产值 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所以包含 部落或社区的解说员 或者是原住民的协作 这也是我们这几年 在推动的一个重点的辅导的工作 那在一个步道上面 它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文化 那我们怎么样借由适当的 适度的这个游城的设计 来提供多元的体验 那比如说像这个能高越岭的国家步道 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那它不是只有非常壮丽的景观 事实上在这沿线 它还有非常丰厚的历史人文的这些故事 或者是资源 那也透过我们跟这个陪伴团体的合作 那帮忙设计游城 那可以让这些参与步道体验的这些民众 还可以去同时领略到赛德克的这个文化 不管是编织或者是住居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文化的体验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机会去推广行销 部落居民他们所种植的农产品 或者是工艺品 那第四个策略是我们希望透过步道 那的整建也能够对于在地的这些部落的文化附赠 有一些 有一些帮助或者是贡献 比如说这个是南澳的这个古道 那这边 部落居民开始在盘点他们的旧部落 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个步道的重修 也能够适度的去复建当地的旧部落的一些重要的家屋 那同样的在南台湾的旧家平的部落 也有类似的这个状况 我们先从家屋之间的这个重要的联络到开始去进行修复 那等到这个部落的朋友们他进一步的凝聚共识 那可能对于一些旧的这个家屋呢 也会来进行重建 那这些重建当然都导入了这个部落居民的参与 特别是过去这些像石板屋或者是石板来这个堆砌的这种砌石法 来修筑这些步道 那过去这一年大家也注意到说 因为人潮的涌入使得我们台湾的山林的垃圾量更增加了 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本来就在推动跟民间团体一起去进山 那进一步的怎么样让更多的这些步道网络有更清楚的这些指标 那或者是在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通讯清楚的通讯地点的告知 这个也是我们谢谢非常多的这个伙伴跟我们一起努力 那国家步道我刚讲了不是只有国家的管理 那事实上它需要更多的民间的协力 所以不管是透过维护 不管是维护或者是重新的设置都会需要导入民间的力量 我们以工作假期的方式 那这张照片可以看到这个短短四年的时间 四年前大家都还好年轻 这个岁月的痕迹 好那这个是在救治者的那边的一条古道的这个修复 最后还有两点 第一个是我们从去年的的疫情 我们也体认到说我们现有的一些法令工具事实上是不够的 我们只针对保护区或者生理游乐区有承载量的管理 限制的管理 但是对于其他广大的国家邻居 我们事实上是欠缺法令工具的 所以除了教育宣导之外 我们也需要说去修法来针对一些保护区之外的这些区域 能够有一些承载量的管理 另外呢就是持续的把我们的步道推广给国人 而且推向国际 那台湾当然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小 所以没有像比如说北美那种非常长距离的这种自然的步道 但是我们同样 但是我们却有这种跨越非常高的这个海拔的这种步道的串联 所以我们也非常谢谢在过去这段时间 包含台南社大建立步道协会 我们共同把从台江国家公园一直到玉山的几段的重要的古道 现在把它串联起来变成是一个山海郡的这个国家步道系统 那这个国家步道系统呢 它分成四段 根据历史人文或者是自然 或者是民族 有不同的这个主题 那而且呢 经过实际的这个盘点跟串联 今年就会有一个统一的指标完成 那这样的一个步道 我想大概相对是比较少人会真正是在一段时间内从头走到尾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这个时间可以去进行不同的这个体验 我们希望台湾居住在台湾的人未来除了环岛 不管你是用步行或者是骑车之外 也能够试着尝试一下 大概花五六天的时间 你可以从台湾的海岸就走到我们的台湾的最高海拔的玉山了 那赖福总统也特别邀请了包含美国英国这个新加坡驻台的代表 在上个礼拜特别走了其中一段的非常精华的特副野的古道 那其实驻外的这个使节呢 对于我们的国际行销 我想他们的亲身体验会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希望步道或者是国家步道 他对于国民的健康或者是疗愈 绝对有正面的相当巨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也希望除了维护国民健康之外 我们的生态环境也能够是得到永续 那更因此可以去提振或者活络部落跟社区的经济 来带动绿色的产业 在这样的一个正向循环之中 让我们持续的对外来展现我们台湾之美 我们希望步道可以真正的去在生物多样性的维护 还有这个经济跟社会这三大这个面向 能够有一个永续的这个平衡 那让人跟自然可以得到一个所谓的和谐共生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走向步道 去体验步道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为我们今天一整天的我们与步道距离做了最好的 这个助脚以及开场 那听了局长八大领域的这些成果的盘点 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大家觉得我们跟步道的距离远不远啊 很近吧 好 从国民健康那就跟每个人有关 到环境生态 那是我们走出户外就会接触到了 到绿色产业 到部落社区的在地经济 几乎是无所不在 那尤其我们期待后疫情之后 我们在台湾整备的这些 不管是国家绿道或者国家步道系统的这些资源 都可以向国际来输出 过去我们可能要借尽许多国际的一些经验 但现在我们的成果已经可以向国际来进行更多元的交流 非常感谢局长尤其在最后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方向 那我们很高兴我们这次的论坛呢 一整天有许多的隐言人 语谈人正式要来回应刚刚局长在刚刚的案例里头 提到的这些 所以今天应该会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场知识跟感性的体验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主讲人 大家也非常认识他 我们的古道 也不能叫古道大人 我们的这个 应该说旅游 徒步旅游的这个自然作家 刘克香老师 我们请他到台上 他给我们了一篇非常非常有哲学 有浪漫诗意的一篇文章 来自森林步道的启发 那我们接着就请刘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他这么多年来行走在步道上 他的所思所想与所感 欢迎刘老师 好 谢谢 好 各位伙伴 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大概在你们的小册子里面有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心酸 因为这篇稿子 我写了三篇 第一篇跟第二篇都被主办单位退稿 我写稿子写那么久 很久很久没有被退稿过了 而且被退两次 我觉得很有趣 也可见说主办单位他多么认真 那可是退这两次稿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他还扣紧了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第一次写的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写的是 一条我觉得很棒的路 我今天要讲的也是一条很棒的路 那我今天最早的第一篇写的是 张之细道的十根古道 从石山到北埔 但这条路 主办单位说还不够资格代表 前接到今天的主题 所以就被退回去了 我写了三千多次 第二条 我想说主办单位又暗示我 这个要有一种哲学步道的内涵 我又想一想 好吧 找不到好路 那我就来谈一下 怎么样走路 怎么样用透过走路来找到生活的价值 那写完了 也快要写了两千多字 又被退稿 退了两次稿以后 我又在想 主办单位一直暗示我 能不能再找一条好路 同时把走路的内涵 把它写出来 哇 这个就困难了 想来想去 我终于写出了第三篇 一条好路 跟怎么样 从一条好路 找到好的步道的内涵 终于有了今天的这场演讲 非常非常辛苦 以后主办单位不要再找我了 谢谢 好 这个故事必须从一位日本人 1928年7月 这位人类学家 27岁左右的时候 他叫公本言人 他在快要 就80几岁 年纪大的时候 他回忆了台湾 他做人类学调查 有了这篇 这个回忆录 但是由我们的人类学者 把它翻译出来 我从他里面摘了一段 走过 我们的 现在的近水云古道 的一段话 那这个 这位人类学家 他在1928年走过的时候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其实他更早之前 可能在 1900年的时候 那个年代 可能已经也有 日本人 可能是深仇资助 跟鸟居笼杖 也许走过了 那也可能 更早的时候 清朝末年 胡氏的父亲 胡铁蛙 或池志生 这些官员也走过了 他们也有记录 那 他们走过这条路 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宫本元人 大部分都是从西走到东 宫本元人是从大 从由东走到西 那走这条路 近水云古道 我们都知道 它是在大武山的 比较南的地方 我们从这大武山 比较南的地方的路 会比 翻过中央山脉 比较 简单 或者说比较平缓 所以后来 这里会规划成 森林步道 其中一个 之一的原因 也许在这里 但是宫本元人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今天在文章里面 特别引用一段话 来开头 是我想来呼应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宫本元人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一进去里面 他提到三个很重要的元素 其中一个元素是 近水云古 曾经在这里 他看到了可能是清朝的时候 留下来的 近水云的遗址 均匀的遗址 然后他也提到了 高沙族 当时应该 后来他当然改成是 排湾族 利底社 他也提到了利底社 这个地方的一些 拓肯 或者是他们在这边打猎的 一些想法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 他进去的时候 他提到了 有一种热带雨淋 探险的一种情境 他看到很多的 这个近水云古道 居然在 周遭这么干燥的环境里面 他进到这个比较 潮湿的生物多样的地方 譬如说我们现在去走 我们可能会看到 山书发 会看到癌僵绝这些 或笔筒树这些 这些都会让 一个在日本没有看过的 一个年轻人 他当然会有一些 热带雨淋的震撼 这震撼他写出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这段文字 这段1928年的文字 你从现在来看 你会觉得 这样的文字 似曾相似 在哪里 在很多 19世纪 地理探险家 他们的描述里面 大概都有类似的内容 我把它定义为 公本言人的这一段话 我把它定义为 可能是那个 地理大发现的 人类地理大发现的 年代的 最后的探险的 某一种情境的尾声 这样的情境 应该 在地球被 到处被探险 探看得差不多的时候 这样的叙述的情境 应该会 慢慢的 不再了 但是探险的形式 跟内容 它是会继续存在的 我们的探险形式 跟内容 它会改变成 另外一种 这个我就不多说 另外一个是 走路的 我们不可能在 像过去那样的 一种走路的方式 我们现在的走路 我们的 走过这条 进水云古道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新的看法 或新的想法 而这个新的看法 新的想法 也就出现了 在 这几年来 我们就知道了 进水云古道 这一段东段 就成为了 我们的国家的 森林步道 也就是我退稿两次以后 第三次 终于成功的这条路了 好 变成森林步道的时候 为什么变成森林步道 国家森林步道 它就不再是 那种给人家去探险 去发现这些 热带雨林的这种 异果情境 它还会有更多的功能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更多的功能 这个更多的功能可能是 教育的功能 可能是 围物部落的功能 可能是 保育生态的功能 也包括了 千里步道这样的 手作步道 在这样的地方 如何去进行 如何去实践 这些东西 都会在一条国家森林步道 刚刚局长讲的那 那样的内容里面出现 可是 这是对我们现在在场 很多很多的人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大家都有他的需求 或有着他的 专业的看法 去针对这些 去进行各种的论述 但对多数 百分之九十八 或九十九的 一般的 我们的国民旅游来讲 他比较在乎的是 我走过森林步道 当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的身 我的身体 怎么样去跟这个森林互动 我获得了什么东西 所以大部分人 走过森林步道 走过森林步道 他会觉得我难得 来过一次 我只要是漂亮的经典 我一定打卡 我会去用iPhone手机 拍出我跟一个 吊桥的关系 我拍我跟一个 刚刚讲的这个 连这种解说牌 他都把它打开 因为他找不到 好的解说 打卡的经典 好 那不管怎样 他走过的时候 他可能很累 也可能因为走过这样的身体 他觉得太难得了 他把这种 个人的心灵的感受 变成他这一辈子 最重要的 所以个人的走路 会是一个 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 在未来 可以去想的事情 就是 我们透过一条 绵长的 森林的步道 一条 几乎都是泥土的步道 我们发现 人在走的时候 他会有各种的 生活的思考 我们不需要哲学家 我们不需要流浪汉 我们不需要探险家 一个平凡人 走过一个森林步道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很多的 一种 个人来自于自己 生活的环境里面 透过森林的撞击 找到一些 他的一些某些东西 我们可以大体的 定义或 简约的想 可能就是他开始会 想到一些 譬如说 我们最简约的 简化下来 就是说 他会发现 也许生活里面 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卸下的 他发现 他必须 透过森林 他可以解忧 或者 他在这里 他找到了过去的自己 会有种种的这样子 走路的一种 内涵出来的时候 森林步道 对一个人来讲 他就会 产生更多的 一个人的意义 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在这里 还有一种是 公众的集体的利益 也会在这样的走路里面 开始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怎么说呢 譬如我们在走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 就是包括了 那99%的 我们的国民旅游 他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说 好不容易 因为进水里古道 你对台北人 或对台中 甚至对南部人来讲 要去那里 你不可能是一天一夜的 一定是三天两夜 两天一夜都会有点勉强 好 那这样的三天两夜 两天一夜 走一条一条 二十几公里的 泥土路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想说 假如 我们的城市 如果我们台北 我们的台中 旁边 就在城市的郊区 有一条二十公里的 森林步道 也是泥土的 我可以去踩 那我 那么多棒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尤其在像台北 这样的地方 不是大安森林公园 而是一条泥土的路 环绕个二十公里 切伤过台北市 那多棒 那多好 大概七年前 还八年前 就有一个市场的证件 当然他没有选上 他没有选上的原因 就是他起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的新山南路的高架桥 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一条森林步道 全部铺成泥土 不要走车子 那你这 他这样一想的话 天母大概就没有票了 好 可是这样的想法 我相信 我们心里会有点 会微笑 就觉得 好棒 如果我们生 我们如果有一条 这样的一条路 不一定要切传 可是绕着整个台北 有一条这样的森林步道 新加坡就是这样 努力要去走的 当然 他还是没有规划得很好 可是我们多么希望这样 好 因为城市周遭 有一条森林步道 或者城市里面有一条 也是一样 郊野或城市内 当然 大家会开始 有这样的梦想 把进水银 古道 就是国家森林步道内容 复制到我们的台北市的郊野 或复制在台北市里面 哇 那就是加分加很多了 但是这个困难度有 可能未来二三十年 我们几乎不可能 我自己认为 比较悲观认为说 不可能有这样的路线 可是在不可能有这样的路线的时候 那我怎么办 这是 我大概四年前 我还没来台北工作 我退休回到台中 在台中市生活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 就在想 我怎么样在台中 找到一条好路 这个好路 我知道不可能 像进水银 捕到那样的一条 绵长的泥土路 在台中市这样的地方出现 台中市比台北更惨的是 他这种捷运系统 交通系统 更不可能让我很方便的 在一个小时里面跑到海边 或走到了深山里面 会稍微远一点 那我怎么办呢 我是一个台中市民 我怎么办 就在那个地方 大概在三四年前 在COVID-19 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实践了一个方法 我实践了一种 走入旅行的方式 而且创造了 很多很多的新的步道 这些新的步道 是来呼应 我们的森林步道 当我们不可能 国家森林步道 在每一个我们的周遭 很快地抵达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些 近内森林步道的一些路线 或在精神上内涵上 有这样子的 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步道来出来 于是我在台中那边 开始的 梦想着 把森林的步道的一种 某一种精神 走进了台中市的 先从郊野开始 郊野譬如说 我举 泰安车站 它离台中 风原这些大站都更远 快要靠近苗里了 这个泰安站 大部分人不会下来 下来的人大概 我几乎可以百分之九十告诉你 他一定是到 旧泰安车站去拍照 或者去坐那种 不再是小火车的小火车 很怪怪的那种 或者骑脚踏车 去看花海 可是我有一个定义 叫做小站是大站 我可以带三十个人 甚至到四十个人 我们坐 大众载具 火车 我坐公车 来到这个地方 小站不是大站小站 小站是大站 泰安这个地方 我至少有七到八条的 步道的路线 你很难想象 所以说小站是大站 是什么意思 就它会有七到八条 往东到东四 可能有四条走路步道 可是重点是 我从泰安车站 走到海线的大甲站 我也可能有四到五条的 走路的步道 我已经实践地走了三条 其中一条 我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条从泰安到大甲 我寻什么 一条水准路 叫做电火溪路 电火溪 就点灰K 然后再接到一条 叫做什么旧 会 一条我忘记的什么路 就是往这都沿着水准走 你看这个画面多好 一群人 他走在 不是步道的步道 他走在的 也不是大家规划出来的农路 而是只是进路 这样的进路 可能一般人 可能巡视而已 田巡视 可能把他当做路来走 就这样从泰安走到大甲 可以走十个小时 火焰山 在你的右边 铁站山在遥远的左边 在大西大海之间 那种开阔的路线 这样的走路 那是我一辈子 过去从没有体验过的一种新的路线方式 也许水准路没有的时候 我们在接荣路 接田耿路 你要看到像这样金城湖的画面 金城湖树的画面 那这里这里太多了 每一个地方看到后来都腻了 可是重点不是在看这些风景 而是那个走路的美好 创造新路线的美好 然后再给各位看 你看这个一群人在这边举手 在那边打卡景点 这样的打卡景点 不需要我们特别去设计 它自然而然到处都有 这样子的走路 你就开始发现 太安站 这个小站 我刚刚讲过 如果有七条八条路线 你一定来这边 一定七到八次 不同的季节来 那你就有几次 光是一个小站 你就可以走到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台湾好大 大到COVID-19 为什么大家都集中 塞到某一些著名的景点呢 台湾这个地方 对我来讲 它才是最棒的景点 为什么 到一个地方可以有七条路 这是城市旁边的郊野 那城市里面呢 我们再回到台北市 这个台北呢 捷运系统发达 我今天坐车到北头站 下车 或者在中意站下车 我也找到了一些 不是森林步道 但是可以泪进森林步道的 一种走路的地方 譬如说这么大的 关渡平原 比大安森林公园 大个六七倍的地方 我们怎么没办法去利用它呢 我常常 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者我跟我的同事 要开会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一起坐捷运到中意站下车 从后站下车 两个人三个人慢慢的走着田根路 思考着国家未来大事 或者是什么都无所谓 或家里感情问题也可以谈 就这样子 你可以走这样的路啊 走这种干的时候 走这种田根路 走走走走 从中意走到北头站 两个小时 可是这车多么美好 城市里面 你也可以去找这样的路 但是市政府不要把它规划成 脚踏车路线 那把规划成脚踏车路线 对我们来压力都很大 希望我们的政府单位 能够把走路这件事情 成为最重要的是 尊重走路的权利 尊重把巷弄 不是规划成交通工具的 大众交通工具 而是以走路为先 再举一个例子 像这里 新店的终点站 我搭渡轮 小渡轮 西北市的小渡轮 唯一的走过去 到一个地方叫湾潭 那地方阻止最多 这样的整个区域 比大安森林公园大两倍 我在那边走路 绕一圈 都在泥土路上 两个小时 你很难想象 不过一个小时 你就进到台北市了 你很难想象 这样的地方 王永庆小时候从直潭 也是搭渡轮走过这条路 然后再来到新店国小 再搭渡轮去新店国小读书 这里面有历史 有人文 有什么 但重点是你走在 在都会里面 你有这样的一些产业 让你走在一条 类似森林步道的好路 这是我们在城市里面 可以去创造 研发 我所出来的 好 那再来回到 我们的净水云古道 我们回到净水云古道的时候 我从这个好路 以及走路的内涵 跟意义的时候 我去重新面对 我们的国家森林步道 所谓的净水云古道的 东段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 那西段呢 这一段可能 礼物局可能 因为考量到 会有一些法规限制 或者是 这是一些村落的地方 它管辖不到 可是我们可以把 我们的走路的想法 我们的对走路的定义 来凝定我的旅行 所以我把净水云古道的 西段 这一段不属于 礼物局可能 管辖的部分 或者没有规划为 旅游区的地点 我也试着 把它 用我刚刚提到的一种 走农路 走水尊路 走香道的方式 去把它 完成一个 新的旅游的内涵 比如这一条新开村 走到净水云古道 路口的地方 这样的路 我也把它当作 很好的走路步道 从这里 走到我们刚刚 也提到了一些 利里社的旧的部落 当你走路走到这种 规划门移址的时候 当你走路去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再加入了 人文历史 知道利里社当初来到 如果来到规划门 来到又迁到了 利里村的社区的时候 你更有感觉 或者从这里当年 1950年代或60年代 这些利里 在规划门的这些小朋友们 杯子客桌椅 怎么样走到利里社区 要迁校 那种心情 因为你的走路 跟他们走路 有同样的路线 你的感觉 共鸣性就更高了 好 这样子我们来到了 这条路 我们自己规划一条 也接触了部落 接触了部落的时候 你在走 第二天你再去走净水云 古道东段的时候 那个感情是不一样的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要回到这里 要回到水底辽 这当年进水云古道的出发点 这里不应该只是过夜的地方 我们从这里 可以去找到过去的 岭路头 这样的石碑 或者是土地工的平安碑 或者把这些过去的 古厕群的当时的文人 他们当年如何 走过进水云古道 其实这里都有很多故事 我一个早上六点 早上去吃早餐 跟吃早餐聊天 我问说 那你以前有没有走过这条路去 大午去捞曼苗 他跟我讲说 他是听过人家捞曼苗 因为他年纪很大 但他没有 但他还跟我讲 有的人不是去 因为每次去抓曼苗 都是一个月 曼苗要抓是一个月的时间 不可能去一天就回来 或三天两天就回来 一定去一个月 有的人说 那说是捞曼苗 其实都去那边找小山 我第一次听到 进水云古道原来是一条小山之路 这也是很有趣 但很多故事 包括赶牛的 这边有一些专门赶牛的 那这个都是 我想杨兰俊老师的书里面 多少提到 可是你到现场 你自己去跟这些老人家对话 跟这些进水云的村子里面对话 你才会更震撼 好 那这就是这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 已经森林布道这样的古道 是美好的好路之外 我们设法去在 非规划的这种规划的地方 在我们的乡道 我们的农路也去 因为这些地方 我们以前通常不会把它当作重要旅游区 我们把它当作好路的一种探索跟接触 扩大我们的定义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们这样的走路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实践 实践的这三四年来 走过了上百条 我看快要一千多公里的路 这些农路乡道 省道国道就不用腾了 去那边就要跟沙子车竞争 我不要 我说农路乡路这些 偶尔有摩托车经过 我会看到杂货店 不会有便利商店的地方 你的收获 会不输给森林步道 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 我透过美好的路 我透过好路去寻找走路的内涵 我其实是非常有自信心的 而且很乐观的去跟你讲 你如果问我说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走在美好的路上 或者在美好的路上 在寻找走路的内涵 这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刘老师 经过三次修稿 以及刚刚那么精彩的一个分享 来自森林步道的启发 的确一条美好的步道 不只在山林 在森林里 也在我们的城市 在我们的生活里 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下 不管是1920年代的探险家 或者在座 我们100年后 应该说1920年代的探险家 以及100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2021的这个年代 我们都用我们的双脚 正在丰富那条美好的路 当我们一起走上步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环境 创造更多的未来 那再次谢谢刘老师 今天的分享 你以后还是要跟我们在一起 因为我们还要走很多路 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把 我们的主持棒交给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 好 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谢谢周盛新执行长 林华庆局长 还有刘克香老师 在我们进到休息时间之前呢 我们要来做一件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难得起居一堂 我们要请大家来拍一个大合照 我们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这个手牌 来交给我们前床的贵宾 那待会呢 我们的摄影师会从讲台的位置 拍上各位 我们希望把今天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的画面 留下来 好 那我们请摄影师先上台 各位准备好了吗 好咯 来 准备好了 好 各位 刚才局长有提到 林务局的这个步道系统呢 已经满20周年了 所以呢 我们各位 请跟我们一起比一个20的手势 好不好 好你的右手比2 左手比0 好这样子我们看起来 才会是20 好来 123 20周年 耶 好再一张哦 好 步道系统 20周年 赞 没有手 我帮你赞 各位都很赞 好 来继续 还有吗 好 各位都是今天的这一家主角 好 我们非常谢谢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呢 是一个休息的查续时间 今天我们休息时间呢 在外头我们准备了咖啡茶 茶包 让大家可以在会场进行的这个交流 那待会呢 我们下一场的时间 我们以后面的钟为主 请各位在10点15分之前 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即将展开第一场 最精彩的这个场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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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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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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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